10位級大家,我是Wordel 胡惟聰 現在最新的就是曼谷的唐人街 為什麼會來到唐人街呢? 你還好嘛 知道大家不能來泰國很久 都很想念曼谷的地方 以往聖誕節之前放假旅行都必來 一定會來曼谷,去很多地方 今時今日這些地方究竟怎樣呢? 那個檔口會不會倒閉呢? 雖然唐人街,我之前在等31,衝景30 曾經來過好幾次 但是,差不多兩個月沒有來過唐人街 今天專門來更新給大家看看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的馬上,究竟唐人街的情況怎樣呢? 大家以前幫助開的檔口 今時今日有沒有開呢? 不如馬上給大家看看,我順便找食物 首先看看這些檔口 都很多本地人在等吃 之前曾經說過這些地方 吃東西有些位置要隔著隔著 怕細菌會走出來 但今時今日這些隔著隔著的牌都已經沒有了 這檔很出名的T&K 依然很多人光顧 對面這一間也不少 都有 都很多人光顧 這一檔,我的泰國朋友說 來到唐人街一定要吃 而是炒飯很棒 好不好吃? 一件事也叫做多人光顧 這檔口很出名的 這檔口很出名 這檔口很出名 在於招牌 把幾火炒麵 真是把幾火 炒麵 還用來拋 一、二、三 我拋 又摺得到 真是好東西 這裏夠火氣 吃客就當作表演 後面這個檔口 好,買了一些麵包 不需要我多介紹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雖然此時此刻 他都入了不少商場 譬如Central World 和San Paragon 都有蹤影 但大家都依然喜歡原汁原味 依然喜歡站在街上等 所以你會看到 嘩,都很生意 很大人在這等 多人排隊買 嘩,這個街頭燒鴨 嘩,吃過這些又夠好 說得出做得到 我就是叫了這個燒鴨飯吃 倉海一聲笑 適合我 凌湖蔥,許冠傑 倉海一聲笑 嘩,真是有feel 既然這麼有feel 不如Encore吃一碗 吃甚麼呢 就吃一個燒鴨湯麵 好 這碗麵固然正 更正的是有拉闊音樂給你聽 就是在家裡的香蕉 故事裡的香蕉 好 悲哋 好 好 好 一遍 好 好 吃完之后继续走 这一档又是奇门渔市 个个在门口等着 吃什么? 吃裸汁 以前介绍过很出名的 但这么多人就算了吧 咦?这间新店 全台人街最美的点心 好等我多走一会儿 等食物落格后就来吃你 继续掃街看看 这档口依然营业 很多人还在拍照留念 感觉上 都如之前一样这么热闹 每次经过这个位置 都一定听到邓丽君小姐的歌声 我还不懂得感想 可以看很多新鸡 廣东叉烧混吞面 又对我 给大家看看 依然热闹 那这里足够的热闹 疫情之中,前幾個月曾經來拍攝過 一個一個坐著,擔著小椅子 隔著位置吃這個裸汁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這個設施 大家怎麼坐都可以 依然是想找個位置都沒有 你看看,人們在等位置 幾熱鬧,星期日的晚上堂人街就是這麼熱鬧 據稱現在人氣急升就是這個檔口 很多人在等待吃 為什麼呢?有什麼好吃呢?真的不知道 總之,就多人買 你看看,要拿醜 原來就是買這些 這是什麼?就是這些 麥魚 哇,大大碗的麥魚 你看看 其實這些,其他地方都可以買 為什麼要來這裡買呢? 而且為什麼這麼好吃呢? 我真的想試一下,但又要等 這些要等的,留待有機會先拍電視 說到唐人街美食 怎麼會少得這條行呢? 這條行呢 這一檔是賣裸汁 也是十分受歡迎的 然後裏面還有很多精彩美食 我之前呢 都在樓下過很多口水和腳步的 這些地方都足夠地圖 而且很多本地人光顧 現在是沒有遊客來光顧 所以不怕就說 這道遊客生意 好貴啊 還是那句 本地人都不勤勤 我們遊客的勤什麼勤 不是這麼說,這是錢 算了,算了 你說貴就不要看了 轉台吧,轉台吧 我不好,我不好 對不起 再進去就是那個審併市場 但現在呢 黑漆漆關了 這一檔呢 以前也介紹過 好夠鍋氣的 鍋氣呢 那些火呢 哇,滿火到巴得了 你看幾多本地人在這裏 開餐吃的 嘩,口未完啊 就是這麼慢火了 各位觀眾 真是厲害 夠小鍋氣 這裏就是唐人街 之前呢 我見過有些西方人士 和日本人拍的旅遊video 一個聲音都不出 經常在這裏走 即是主觀鏡帶你看 這樣也好看嗎 好看 好看過你 這個好多了 胡先生 人家都不知道多高收視 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學一下東西了 那我又不說話 即是一條直路這樣走 給一個不太縮的鏡頭 大家看看 好一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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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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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個 碟中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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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這間店 一之進去看看 看看什麼環境 裡面的裝修層設 挺漂亮 環境都不錯 但食物可不可以 看看參考才行 也有很多點心 價錢都合理 種類還很多 除了點心 還有這些中式食物 看起來都很吸引 價錢都不算是離地 但是剛才已經吃了飯 吃了麵 隨便點心吃就算了吧 碟豆花茶 剛才在下面吃了燒鴨飯 和燒鴨麵 都不太飽 反正來到唐人家 不如上來試試 新的東西就上來這間餐廳 聲稱是全唐人家最美味的點心 晚上也有點心吃 價錢還要不貴 除了點心外還有很多正餐 不過一個人吃不到那麼多 留下一次才吃 我今晚在這裡吃點心的人 選擇什麼點心 只不是我經常吃 很喜歡吃的幾道 就是這些 我就叫了叉燒包 很可惜叉燒味道較為甜 然後還有鳳爪 鳳爪味道不錯 這個就是排骨 出乎意料地 真的有很多肉 不會像某些店舖一樣 排骨真的只有骨 然後還有這個蘿蔔糕 整體上都合格 挺不錯 吃完之後 再上一層樓 在樓上 試驗告訴我 有一個咖啡酒吧 咖啡酒吧 原來不是呀 有機關的 機關 就在這個書櫃之租 跟著推一下公仔頭 這樣就進去了 嘩 真是 好有占士幫的感覺 進去 原來是一間 很細間的 咖啡酒吧 環境都優雅 原來這裡新開張了 只有一個月 超新 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幫助我做的動作 在場不少的食客 就已經知道這個秘密 就紛紛進去拍照打卡 真是多虧我不少了 整體來說 今次唐人街之旅 都不會令大家失望 我自己也沒有失望 看到很多人 很開心地在這裡 吃東西 逛街 拍照打卡 而且也有新發現 也有很多街頭表演 最重要的是 感到塞車 沒錯 唐人街塞車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一些東西 回來 一起遇上 這樣也好 也是一個挺好的Signal 嘩